没有蛋糕蛋 我给你多了一次 又敢算没个专心 谁跟我说我准备事 带回去的走势 带回去的走势 带回去他满脸 他一只我一只 Bow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说唱比赛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两个rapper之间的对抗 因为有很多的rapper 他们都是充满了饥饿感 所以在赛场上 大家都想要努力的 争夺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的说唱比赛 最后还剩下五组 虽然有可能已经淘汰掉了一些 观众们喜欢的rapper 但我觉得这也恰好是 说唱比赛的有趣之处 林杰星被淘汰之后 陈兴汉也表示 可以送一首币给他 下一组要上台的参赛选手 他们分别是 曾永祥 ZZ 西西莱斯特 李红Red Lee 还有Body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舞台上的表现吧 第一个上台的Red Lee 他使用的是台湾话说唱 和我一开始听 台湾地区的说唱歌曲一样 台湾话也有他独特的风味 但由于他歌曲的flow的设计 也比较的独特 所以李红的歌曲 应该会比较小众 接下来上台的Body Body这一段 发挥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我更喜欢听他 用他本地语言的那一段 还是很期待 他后期会不会 开发出一些 比较新奇的民族rap 有点普通了 没有上一把经验 接下来上场的是ZZ 其实ZZ的声音条件 用来说唱 还是能够开发出一些东西来的 可惜他这首歌 没有调整好状态 他写的这首歌 从歌词上去看 就非常的需要演唱者 进入角色 才能演绎出来 很明显ZZ一直都没有 进入他的歌曲的状态 最后突然游离了一下 就直接忘死了 不唱大家歌不唱的 ZZZ 忘死了 嗯 耶 吁热 只是歌词写的凶 在台上最容易把自己唱虚掉 哈 七夕莱斯特这一段 flo边的有一点太怪异 没有音乐性 也没有听感 虽然看起来很有技术 但是毕竟他不好听 妈的那你就来爱你们口头 他不进来 没错 我的名字跟你没你红 但你绝对没你红红 你随便的body 全部都是老婆徒弟 都body body body 生的一杯徒弟 哈 没被用想骂你 反而这一次 泽永翔上台 他用了一段freestyle 赢得了他们这一组 Cypher最多的掌声 虽然只是平平稳稳的flow 压到了鼓点上 没有调拍 做得非常的简单 但毕竟他的歌词 在舞台上传递了一点内容 让大家感受到了 而且现场进行freestyle 本身就有一定的节目效果 起码这个还有一点节目效果 曾永翔后面那一段是freestyle freestyle和作品相比的话 肯定就会显得粗糙一点 但是毕竟他是现场表现的 那么他就会天然的有一种 能寄信创作的这种节目效果 也因为他前面这几个对手 确实没有唱得特别好 所以反而显得曾永翔这一段 还赢得了一点台下的欢呼声 迪拉胖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 作品里你可以提到制作人 可以diss我 如果你diss的好 我会给你加分 但是你diss的让我不爽 我就要你死 你不是说要diss我 这一次曾永翔上去freestyle 迪拉胖还以为曾永翔 会攻击自己了 可惜曾永翔并没有diss迪拉胖 迪拉胖看起来还蛮失望的 虽然他最后说要diss我 最后没diss我 我觉得有点可惜 我本来期待他在叮我 曾永翔今天的舞台 也穿了一个恐龙装 各龙去采访曾永翔的时候 曾永翔直接表示 穿这一个恐龙装就是为了你 你知道为什么叫穿恐龙吗 龙龙啊 当时台上的制作人评审 他们本来是想考虑淘汰曾永翔的 但是毕竟曾永翔还是完成了一个 有欢呼声的舞台 ziss他直接忘词就放枪了 所以迪拉胖最后也宣布淘汰的是ziss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最后ziss淘汰的时候 曾永翔想要去给ziss一个抱抱 他居然被嫌弃了 谢谢 但最后制作人给曾永翔一个机会 让他来了一段freestyle的表演 永翔你不是要diss评审吗 对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阿卡佩拉 马云没要diss我们讲一讲啦 有感觉特别可怜 他们知道吃着牛肉面 但我的freestyle在这里 他们又感觉有够欠 但是他们知道遇到starch 他底下的一人 收到儿童乐园被别人给发现 我的嘞 我的我的我的 还有我的啦 还有我的 一切的话语变成不可能 如果不喜欢迪拉胖 才会变任性的人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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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一切的话语被我蚕食惊吞 其实谢谢dj 你今天没有放老英森 OK 接下来这一组的rapper 分别是 Amos 神经元 赵亦凡 艾米丽 宽走 让我们来看这一组舞台上的表现吧 第一个出场的艾米丽 她这一段float排得比较OK 听感非常好 而且唱得也比较熟 看得出来下了一点功夫了 艾米丽这一段 应该是这一组 我听起来最舒服的一段 是 接下来出场的宽走 她的float排得也还是比较精彩的 但我总感觉她没有把它唱得很好 因为她的这个float的气质比较调皮 但她唱得有一点反了一点 这个float不错 如果她再放轻松一点 可能她的这个float 会比艾米丽听起来更加的有趣 还有也是由于她唱歌的时候绷得太紧 导致中间有一段好像气不够用了 气不够了吗刚刚 我是通过这个节目 我才了解到了神经元这个rapper 而且也是通过这个舞台 我突然get到了她的点 神经元的歌词 已经写出她自己的体系来了 有点意思 也希望她后来的音乐生涯可以越来越成熟 把她的这个特点打磨得越来越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赵玉凡 应该是本场最可惜的一位选手 其实仔细听赵玉凡编排的段落 你会发现赵玉凡每一段的节奏 都特别有音乐性 听感很好 而且她对节奏和melody的理解 也蛮有天赋的 看了 忘记了 我感觉赵玉凡虽然有天赋 但是她不够努力 因为她已经连续两次失误了 如果要做一个职业rapper 可是要给自己加一点强度才可以的 我才感觉她的编的很好 她突然她就忘记了 她就忘记了 赵玉凡那一段真的太可惜了 她的这一段是属于 唱完之后我还想要继续听她后面是怎么唱的 可是她却忘词了 就连台上的制作人也对她特别的惋惜 我觉得她真的是还蛮棒的 她放第一枪的时候还想说那就过去 那个时候我是就拿出她吧 但是接下来听我就觉得 这个人可以留下来她的 够狂了 OK 下一组要上台的是 Anza Cheng RPG Tressor X Evan 还有Steven 让我们来看这一组台上的表现吧 这声音不错 第一个上台的rapper是Steven 她开头给自己设计的水音还挺要听的 更重要的是 她应该是这组Cypher里面 在Beat Switch这一点做的最贴合的 因为Beat Switch变换了之后 Flow就要变化 但Flow上面的变化 是最简验一个rapper对Flow理解的地方 诶 真厉害 这个Beat Switch有难度 她把情绪的节奏做出来了 有时候Flow变化了 有很多新手她并不知道 伴奏与伴奏切换之后 有很多情绪 质感 听觉上的元素她都在变化 接下来出场的艾文 其实她的Flow设计的还比较可以的 而且开头的那一段还比较好听 唯一的一点瑕疵 就是在最后Beat Switch的部分 好像听觉上有一点点奇怪 并没有前半部分听起来那么好听 搬奏降架来把她抛出来 感觉不太合适 Tressor这段其实她用了很多的Flow 能够看得出来她对说唱还是积累了一些东西 她在舞台上的身体状态还蛮好的 可惜就是她的腔调和发音感觉还是不够稳定 没有把这首歌唱得很稳 她不稳 最后上台的RPG 她的发挥也并不是很好 没有驾驭好这个伴奏 但是大西哈比赛到了Cypher这个环节的时候 用的这几个伴奏都是特别好听的伴奏 一个艺术作品包括音乐舞蹈和美术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有层次要有节奏 刚刚那个beats就做的非常有层次 其实这个伴奏是真的一个好伴奏 可惜往上面驾驭的选手又没有把她做的足够精彩 就Steven那一段听下来还比较不错 而且台上的制作人也比较喜欢Steven 他们给的评论也特别的公正 我是刚刚想要期待Steven的部分是听她的RAP的部分 可是我结果我觉得她好像也没有让我太失望 对因为她平常都是唱的 我觉得这五个她唱到最好 就是一开始我也是担心说 没有AUTO听她居然还在唱歌 然后你不饶舌 她后来发觉她是最有办法去get到这个beat 然后做的层次很好也没什么失误 好听 最后史大臣宣布这一组的rapper他们淘汰的是谢天 淘汰Tresser还蛮可惜的 我是能够get到他的帅的 可惜的是不够老练 还在有很多的瑕疵 史大臣也指出他的flow塞的有点多 Tresser我觉得他的flow太多了 他的听感让我不舒服 特别好笑的是 最后阿达还问了一下 为什么要淘汰谢天 让他回家去谢地 有他有犯什么样子致命的错误吗 为什么要让谢天回家谢地 他想要表达他很多scale 很多花了很多心思在这歌上面 但是一直格格不入 他没有跟这个beat match 这个beat是不是 对他的 他中间有一个switch的部分 如果说那边没有做转换的话 是不是听起来会奇怪 就是听感我觉得就会没那么舒服 就是你要单纯炫技呢还是让这个歌舒服呢 他让我觉得不舒服比较多 最后阿达和美丽继续挖坑 那么你的评审标准就是以舒服为主吗 然后史大臣又继续跟他们一本正经的对线 所以你的评审的标准大部分是 以舒服为主 舒服是一定要 先舒服 后 再看技巧 也不是 诶 评审请正视自己的发言 对啊 这个很严重 我最近也去搜寻了一些 史大臣制作的音乐作品 确实是乐会做音乐的人 他反而不愿意去说的很多 但是阿达和美丽突然上纲上线了 史大臣也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严肃地把这个话题给他说完 我会看每一组的 他们抽到什么beat 然后在这个beat怎么发展他们的饶舌 不管文字flow 声线都好 但是这一组很明显就是 谢天他在这个beat上面 他没有做到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你有没有听懂 史大臣这一段 我觉得还得是要有一点说上基础的人才能听得懂呢 首先这个问题的根本 不要先弄清楚 beat伴奏和rapper它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过你找的是一个完成的beat 你要在上面填入自己的创作 那这个时候你和beat的关系是共同演奏 因为已经完成创作的beat 它已经有了它的氛围 那这个时候你要跟它相互协调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和你的歌词进入 就要和beat协调 就像一个双人舞蹈一样的 已经能够秀出自己 且还能够修出这个伴奏原本的优秀之处 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艺术 OK 比赛也接近了尾声 下一期也很精彩 关注我 我是爱说唱子狄伦 我们下期再见